种植员没有发工资 工人却干得很卖力 他们身着白色塑料桶 手上拿着铁铲 在前进时 他们会将地里的树根铲掉 每个工人都在以奔跑的方式在采收 其实这些地里的树根 就是蔬菜之王芦笋的芽 种一株芦笋可以吃十几年 且高产四亩株 但这些工人必须卖力劳作 下面我们看看 地里的芦笋为啥那么吸引老外 芦笋的种子呈现黑色 是面上大部分的种子 会以打包的形式出售 当拿到种子时 工人会优选透气的土壤 将它们埋入坑中 但在放入坑中时 一个坑位必须同时放入几粒种子 芦笋坏种率高 多放几粒 能大大增加成活率 放得太少 通常会导致颗粒无收 种子种入地里 两年内是吃不到芦笋的 种子需要生长一年多 才能开始冒粗芽 芦笋是多年生草本 它最高能长成一人多高 在每年的9至10月 它们会结出浆果 芦笋的浆果通体发红 看上去很诱人 不过它是不能吃的 只能用作流种 不过芦笋的食应力还是很强的 耐热耐寒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乱浇水 有条件的种植员 则会直接购买老芦笋的根系 十多年的老根系 依然蕴含活力 三个月就能长成 并开始食用 种一次可免费吃十几年 写代码的都来种 但种植这种蔬菜却很简单 按照种植员步骤 你也能轻松上手 在种植芦笋时 工人会用离地机 将土壤打松 直至透气 并形成田笼 而与此同时 另一旁的工人 就会将心道的根系进行分解 打包 为了能获得更多植株 工人会将根系分得很细 接下来工人就会坐在播种机上 每隔几米就会放一个根系 不过在摆放根系时 需要工人将根系摆正 歪掉的就无法长出嫩芽 在家里种植也类似 能买到芦笋的根系 当然最好 在刨坑时 可以预留个斜坡 让芦笋根依靠着 能保证它能立起来即可 随后就可以对它进行浇水施肥了 芦笋耐旱怕湿 水浇的过多 会导致烂根 不过种植员依然会安装低管 在炎热的夏季 适当补水是必要的 芦笋生长速度很快 三个月就能收获 工人拿起铁铲 将地里的芦笋铲掉 塑料盒加上铁铲 这就是他们的所有装备 收入有多高 全靠手速 他们快马加鞭 被铲下的芦笋 就会放在随身的塑料盒中 等塑料盒装满 工人就会将它们分别倒在 拖拉机上的塑料盒中 这样也能方便技术 芦笋的收获周期很短 两周内不收获 就会变老 这些工人必须快马加鞭 所以每条填笼都有一名工人 也不足为奇 不过聪明的程序员 就设计出了这种芦笋收割机 这种机器在前进时 内部的剪刀 会通过人工智能进行驱动 当检测到芦笋确切高度时 内部的剪刀 就会将芦笋从根部剪去 并通过触手拿到收集篓中 机器的发明 大大减轻了劳动力 不过这种机器不宜开得过快 否则也收不到芦笋 芦笋除了上述品种 目前也衍生出了白芦笋 据说口感更好 价格更高 明明种植蔬菜很无脑 工人却偏偏拉来一根蔬气管 它能让蔬菜变得更壮吗 并不能 这种蔬菜名叫芦笋 为了节约时间 工人一般会采用分根繁殖的方式 芦笋的根系很发达 窝居在小花盆中 也能长出较长的根系 工人会将采收到的根系 洗去身上多余的泥土 随后这个根系就会被拆分成十多个小段 接下来这些根系 会被工人用卡车拉到大棚 在大棚中所种植的芦笋偏白 价格也要贵上好几倍 其实和普通的芦笋并无区别 工人会直接将芦笋平铺在一起 并在上面附上一层营养土 这种营养土既疏松又透气 经过三个月这些芦笋便能迎来收获 在收获时 这根管子终于被派上用场 工人将管子插入土壤中 奇迹发生了 大吸力的抽气管 能将种植芦笋的土壤全部吸走 非常的解压 随后工人采收这些芦笋时 就能接触到更为白嫩的根部 白芦笋相较于普通芦笋 口味更为清淡 少了些许苦味 户外种的芦笋骨瘦如柴 大棚里的却能白白胖胖 随后这些芦笋会被送至工厂 在工厂里 工人会对这些芦笋区别对待 白白嫩嫩的芦笋 是美女负责挑选 普通芦笋只能留给老大妈 不过 芦笋在我国也备受欢迎 生芦笋口感就不错 为了保持最初口感 人们在炒制芦笋时 只是简单炸制一下 就能开始食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